12号下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新疆大学考察调研 习近平参观了校使馆 详细了解学校历史严格和建设 加强人才培养 促进民族交往等情况 习近平参观了 入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听取调研归来的学生谈收获 习近平指出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 我们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好的 管用的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希望同学们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中华民族努力奋斗的一代青年 十三号上午 习近平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顾元巷社区 该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占95%以上 习近平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大厅 爱心之家 随后他来到舞蹈室 同社区居民亲切交流 习近平在少儿越南市 饶有兴趣观看儿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文 祖和日大谷 汉宾和大谷 他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抓早 抓小 有利于夯实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在维吾尔族居民阿布莱提·土耳逊家中 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长 习近平强调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 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 习近平指出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 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把工作重心下沉 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判 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 促进各族群众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 共建美好家园 共创美好未来 离开社区时 身着民族服装的各族群众再歌再舞 向总书记表达游租的爱戴 习近平祝福大家事业新心向人 生活越来越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